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很了解我老公的脾气 吵架以后他从不会向我道歉 他这种大男人主义的人怎么可能道歉呢 他只会一直冷暴力 我们吵架的原因很简单 他爱玩游戏 经常在电脑前一做就是一整天 前几天我下班回家 发现女儿的奶粉吃完了 打开手机准备下单买奶粉 付款的时候才发现我的卡只剩下五十块了 看着我老公坐在电脑前 玩得正投入的背影 我带着怒气对他说 你就不能再找一份工作吗 现在我连买奶粉的钱都没有了 老公听到这话后背已僵 突然把手里的鼠标狠狠用力一甩 转过身来看着我 面部表情因为过度愤怒而变得扭曲 我特别害怕他打我 但他没有打我 只是像以前那样教训我 你以为我每天凌晨 出去开垃圾车不累吗 我就玩玩游戏怎么了 缺你吃缺你住了 你看看你的样子 你吃得肥肥胖胖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 是不是嫌弃我 开垃圾车丢你脸了 嫌弃我又脏又臭 做人要知足 要讲良心 不要整天想着 和那些有钱的婆娘攀比 你比得了吗 他越说越气 脖子上的青筋都抱起了 我一句话也没有说 我知道 他觉得我这种卑微的人 不配合地吵架 他瞒完以后 大概觉得舒服多了 又重回电脑前 继续他的游戏了 接下来几天 我没有和他说话 他也没有理我 这样的冷战经常上演 只要我不示好 他完全当我是透明人 我不明白 他为什么对我 总是一种说不清 道不明的怨恨 我叫梁晏 二十八岁了 老公叫罗家旭 比我大八岁 我这辈子从未想过婚后 会过得如此不堪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 心思单纯 直到大专毕业后 也没谈过恋爱 大专毕业后 去了一线城市工作 虽然因为学历不高 工作普通 工资也不多 但足够维持 自己的花销 还有些剩余了 兢兢业业工作好几年 依然单身 爸妈担心我嫁不出去 安排我回老家相亲 虽然我不太愿意 但嫁不住爸妈狂轰乱炸 只好辞职回老家了 我本来不打算辞职的 但爸妈觉得我在老家 嫁了人 怎么还能在外面工作呢 我心想 一线城市房价确实高 回家找一份工作也挺好的 就在我回老家的第一天 我家一个婆姨 给我安排了相亲 当婆姨带着我们 来到南方家里时 在门口得意地说 南方的家庭不错吧 在市里有这么大一套房子 嫁过来以后 你就是城市人了 吃串不愁了 爸妈连连点头 我知道他们的想法 做个城市人 即使是个小县城 也比农村人好 我对相亲对象 没有多大好感 比我大那么多 个子不高还很胖 性格嘛 是爸妈喜欢的那种 话不多 看起来老实巴叫的 但是我觉得 她可能只是不想搭理我 谈话间她很少说话 都是她妈一直在说 说她老实本分 工作稳定 没有房贷负担 按时我嫁给她 一定会衣食无忧 爸妈似乎很满意 还商议起彩礼的事情 我觉得事情 有点不对劲 这不像是相亲 更像是在敲定婚时 我拼命向爸妈 使眼色 他们却装作没看见 最后还收下彩礼钱 我试过抗争 但没有用 爸妈还有姨婆 骂我不知好歹 说能嫁到这种家庭 多少农村女孩 排队都挣不到 我凭什么挑剔 我并不是要挑剔 我只是想和对方 了解过后再决定 爸妈生怕 过了这村没这店 早早选定日子 让我嫁过去了 我一直觉得 这婚结得太过仓促 很多事情 婚后才看明白 最直观的感受就是 罗家旭一直对我很冷淡 他很少主动和我说话 我和他说话 他也只是 嗯嗯地回答我 我们不像是夫妻 更像是合租伙伴 这种婚姻关系 让我觉得很窒息 那时候 我从未想过离婚 我愚蠢地认为 既然结了婚 就该好好过下去 我期望有一个孩子 可以改善我们的关系 而且婆婆也三天两头的 暗示我们该生孩子了 但是生孩子 又不是去菜市场买菜 想买就有 我们结婚一年 我仍然没有怀孕 罗家旭一点也不着急 但是婆婆逼着我们 去看医生 那个医生是婆婆介绍的 听她说 好像是她娘家一个亲戚 很可靠 医生问我们 一个月性生活多少次 我看看罗家旭 他好像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我只好结结巴巴回答 两三次吧 一年 什么 一年两三次 这怎么可能怀孕 医生惊讶的表情 让我羞愧得低下头 这种事情 老公不主动 我有什么办法 我也不知道 问题出在哪 一般新婚夫妻 应该你浓我浓的 但婚后的这一年 罗家旭晚上 几乎都是倒头就水 对我不闻不问 仅有的那几次夫妻生活 还是她久后 这种事 我羞于其耻 婆婆见我久久没有怀孕 以为我们身体 有什么毛病 硬逼着罗家旭 带我一起去做检查 做完检查 我和罗家旭 各项指标正常 医生把我们训斥一顿 就让我们回家了 婆婆旁敲侧击地问我们 明明检查结果正常 怎么还是没有怀伤 我推说 可能是最近工作太累 其实我的工作不算累 我嫁给罗家旭以后 又重新缴了工作 在法院食堂上班 这还是罗家旭的大哥 也就是大伯替我找的工作 虽然工资只有两千块 但工作轻松 假期多 我已经很满意了 而嫁给罗家旭以后 我才知道 她所谓的稳定工作 就是开生活拉机车 我没有看不起她的意思 她工作比我辛苦 每天凌晨两点去上班 七八点下班 下班以后她没事干 通常都是睡一觉 然后起来玩游戏 我问她 这份工作做了多久 她说好多年了 工资有两千 涨到三千 我试图劝她 再找一份工作 增加收入 她立刻暴跳如雷 问我是不是嫌弃她 她的工作太脏太臭 以后我再不敢提她的工作 但这也为我们的婚姻 生活带来隐患 没想到我只是随口一说 工作太累 婆婆就开始天天熬汤 给我喝 婆婆熬的汤 都是黑乎乎的 总有股浓浓的中药味 我喝不惯 婆婆就拉下脸 说我不识好歹 我不敢不喝 后来我才隐隐知道 婆婆给我包的 是民间偏方的求子汤 在我以为怀孕无望的时候 我意外地发现 自己怀孕了 全家人都替我高兴 婆婆还特意 给我一个大红包 说我一定生个大胖儿子 就连罗家旭对我的态度 也明显缓和了很多 我在想 这个孩子来得真是时候 怀孕以后 婆婆让我辞掉工作 专心养胎 我推说 工作很轻松 不碍事 其实我是有私心的 我希望经济独立 可以早点搬出去住 自从结婚以后 我慢慢看出一些问题来了 罗家旭家房子虽然大 但也住了很多人 公公婆婆和我们夫妻俩 还有大伯一家 没错 罗家旭两兄弟和公公婆婆 一起住了好多年 没有分家 这住的人多了 矛盾自然也多了 公公平时不管事 只负责买菜做饭 大伯有个儿子 婆婆把他宠得无法无天 快四岁了 还不让他去幼儿园 说是怕他在幼儿园受委屈 大伯的儿子叫小天 我从来没见过他妈妈 刚嫁过来的时候 我问过 罗家旭大嫂去哪儿了 罗家旭晕沉着脸看着我 走了 以后别问了 我以为走了 是离婚的意思 心想 小天也蛮可怜的 从小就离开了妈妈 后来我才知道 走了 是去世的意思 一次 我偶然听到邻居们在聊天 提起我大嫂坐月子 自杀的事 我惊呆了 抓住他们问怎么回事 他们看到我 眼神躲闪闪的不愿多说 这种事情既然他们不说 我也能想办法知道 我先打电话给我妈 假装和我妈拉家长 问她知不知道 我家大嫂去世了 我妈在当地生活时间长 想打听一些事情太容易了 当天我妈就回电话了 但她的话 让我觉得五雷轰顶 事情发生在四年前 也就是小天刚出生那会儿 婆婆整天只顾打麻将 不愿意照顾大嫂 和大嫂产生很多矛盾 那时恰好大伯出差了 大嫂一个人艰难大孩子 于是罗家旭下班后 经常搭把手 进进出出的 别人开始谣传 孩子是罗家旭的 流言蜚语加上带娃的劳累 让大嫂得上抑郁症 在小天满月前一天 跳楼自杀了 我妈还喃喃地说了句 也不知道孩子究竟是谁的 我妈对我千叮咛万嘱咐 要沉住气 过去的事情就让她过去了 和罗家旭好好过日子 我的理智也是这么说的 那都是我嫁过来 之前发生的事 不论真假 我都不应该纠结太多 但是好几次 我和罗家旭 出去逛街买东西 小天非要跟着我们 不知道的都以为 是我们一家三口出来玩 有好几个人都说 这孩子长得和爸爸一模一样 我看着罗家旭 他只是善笑道 我是他叔 我忍着一肚子火无处发泄 这说的人多了 我不免生疑 总是忍不住 盯着小天的脸看 又盯着罗家旭的脸看 罗家旭发现我行为有异常 问我怎么回事 我鼓起勇气问他 我听到有人嚼舌根 说小天是你的孩子 我这一问 让我们夫妻关系降到冰点 罗家旭大发脾气 问我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听别人胡说八道 可能是怕别人听到我们吵架 罗家旭努力压低自己的声音 脸上表情 因为过度生气而变得猙獰 这样的话 你要是再敢说第二次 我跟你没完 你知道人言可畏吗 当初大嫂就是被流言逼死的 小天从小没有骂 不可怜骂 罗家旭再三跟我强调 不许再提大嫂的事情 我也只是想知道真相 以罗家旭的脾气 我再也不敢提这事了 此后罗家旭又恢复 往日对我的冷淡 我一个人上班做传检 他不闻不问 我有苦难言 女儿的到来让我和罗家旭 还有婆婆的矛盾 彻底爆发了 婆婆对生男孩这件事 给予厚望 看到我生的是女儿 对我的态度 来了180度转变 我曾听到 他背地里和小天说 我还以为你会有个弟弟呢 喝了那么多大葡萄 竟生了个女孩 这样的婆婆 我还能指望什么呢 但罗家旭 总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明明早上七八点就下班了 但他宁愿睡觉打游戏 也不肯帮忙抱一下女儿 难道他和他妈一样 都种男轻女吗 我一个人带孩子身心疲惫 还要忍受婆婆和罗家旭的冷暴力 每每深夜抱着女儿的时候 我都忍不住落泪 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得了抑郁症 我不明白 为什么罗家旭那么疼爱小天 却对自己的女儿那么无情 在女儿五六个月的时候 得了支气管肺炎 医生直接让孩子住院了 还查出过敏性哮喘 我陪着女儿在医院寸步不离 罗家旭只是每天来送一下饭就回去了 婆婆和其他人甚至没有出现过 我不禁怀疑 自己到底嫁进怎样一个家庭 如此生性凉薄 看着女儿因为书宴 被扎得满是亲子的小手小脚 我的心忍不住抽筒 身体很疲惫 但我还要为住院费发愁 有了女儿后 我无法再工作 一切开销全靠罗家旭 那三千块钱的工资 罗家旭虽然没有给婆婆加油 但那点工资也只够女儿奶粉纸尿库的钱 我之前存的钱生孩子时候用光了 这次住院的钱我实在拿不出来了 我跟罗家旭要钱 他就两个字没钱 我只好打电话去找婆婆要钱 婆婆一听要钱就不高兴了 就发烧而已 哪用住院呢 浪费钱 最后 是公公把钱打到我卡里的 女儿出院后 我怕她粉尘过敏 在房子里里里外外打扫一遍 在清理房间的时候 我在床底下 翻到罗家旭一部旧手机 鬼使神差的 我把那部手机充了电 重新开机后 里面的内容让我震碎三观 原来 罗家旭是一个恋扫狂 他疯狂地暗恋着自己的嫂子 在他大嫂第一次登门见家长的时候 他就爱上她 只是他知道 他嫂子知书达理 温柔贤惠 家境优越 不可能看上他这种 开垃圾车的男人 所以 他把这份感情藏在心里 在他嫂子坐月子的时候 因为他大哥不在身边 婆婆又不作为 他便有机会 殷勤地照顾嫂子和孩子 他以为自己演示得很好 其实街坊邻居都看在眼里 难听的话传到婆婆耳朵里 婆婆除了把罗家旭叫醒一顿 还辱骂大嫂 不知廉耻勾引小叔 大嫂气血攻心 受尽煎熬 偏偏这个时候 罗家旭向大嫂表明心悸 大嫂感到耻辱 才走上不归路 怪不得婆婆和罗家旭 对小天这般溺爱 其实都各还鬼胎吧 大婆知不知道这些人伦惨事 如果她知道这些事 还能忍受和他们住在一起 也算是个奇葩了 我拿着那破手机问罗家旭 里面东西都是真的吧 罗家旭铁青了脸 大气不敢出 我冷笑着 大伯对这件事怎么看 毕竟死了老婆呀 你管不着 罗家旭这人 从来都看不起我 他觉得我不配知道这些事 哦 那我直接去问问 大伯他怎么看 罗家旭一把 按着我拿手机的手 把我按得死死的 他认为 大嫂是因为他不在家 得了产后抑郁症 你满意了吗 这么说来 大伯确实是好人 他工作显赫 却待人有礼 热心替我找工作 如果他知道有这样的家人 不知会有何感想 你为什么要和我结婚 孩子都有了 还念着那点过去是吧 其实我也不稀罕 他对我是否有感情 我只是厌恶 他们的冷暴力 我妈迷信 她害怕那样的事情 再发生 就不停地寻找 和我八字生辰 匹配的女人 最后托人打听到你 你们只想要我的八字对吗 我总算明白了 我这么个大活人 只有生辰八字 是有价值的 怪不得 罗家旭对我总是那么冷淡 真是可笑 三十多岁的人 你妈叫你娶我 你就娶我呀 还没见奶妈 我看着罗家旭 那肥腻的身躯 我内心一阵恶心 我怎么瞎了眼 嫁给这种人 我娶你 你不乐意吗 当初你家里人 上赶着要你嫁给我呢 你还不是图我家的房子 图一个城市户口 罗家旭红着眼睛 指着我的脸 使劲数落我 企图挽回一点男人的尊严 到底女儿是你的亲生的 还是小天是你亲生的 买玩具 买衣服的时候 怎么只给小天买 女儿不是你的吗 我知道小天是她的心病 故意刺激她 果然 她握着青筋抱起了拳头 想要砸下我 最后拳头落在墙上 从此以后 我们经常吵架 我嫌弃她 是个没有借奶的妈宝男 她唾弃我是个 上不得台面的农村女人 暗生事端 这半年来吵架归吵架 我们都是关起房门吵 这种丑事 我们难敢到外面吵 我对她不再有一点期望 只要按时上缴工资就可以了 但她那点工资 养活我们太难了 每次想买点东西给女儿 婆婆都会阴阳怪气地说 家旭一分钱 伙食费都不出 钱全花你们母女俩身上了 这命真好 嫁了个好人家呀 生活在这种家庭 处处养人鼻息 结婚初期 我就想着搬出去了 但是经济状况不允许 所以我提议刘家旭 可以多兼职一份工作 刘家旭这种人 舒服日子过惯了 怎么可能搬出去的 每天上几个小时搬回到家 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 里里外外 有人对她呵护备质 她哪想操闲心的 所以我们又吵上了 以她的性格 让她再兼职一份工作 是不可能的 我只好另想她发 没过几天 我就听到婆婆和罗家旭吵架 婆婆指的罗家旭鼻子大骂 翅膀硬了是吧 要分家了 你也不想想 你每个月吃我们的 住我们的 给股我们一分钱吗 搬出去住 你能保证自己不饿死吗 大概罗家旭也没有想到 婆婆骨子里是看不起她的 断定她是啃老的 罗家旭恼羞成怒 我饿不死 不用你管 我都有老婆孩子了 我怎么不能搬出去住了 还不是迷信 算命的说 分家会影响风水 钱财流失 你才不让分的 婆婆气得嘴唇发抖 这时候大伯出来说话了 她都这么大的人了 也该独立了 大伯师这个家 主要经济来源人 她的说话最有分量 婆婆狠狠弯了我一眼 指桑骂怀地说 这枕边风吹得响了 牛气了 我假装没看见 自个儿去收拾东西了 其实新住处并不远 就在这个家旁边 这是公公婆婆名下的房子 空置了很久 我经常过去打扫卫生 时不时地添置一些家电电器 说实话 我很早就计划搬出去了 大概在我怀孕之前 就有这个想法了 特别是女儿出生以后 眼看女儿在这个家不受欢迎 我想尽一切办法搬出去 我用了什么办法 很简单 我故意在罗家旭面前问小天 小天 你知道你爸爸是谁吗 这句话足够让罗家旭陷入疯狂了 我只爱我的女儿 别的一切与我无关 搬出去以后 所有的生活开支 都得靠罗家旭的工资 这显然不行的 我在旁边的街道 租了一个铺面 开了一家童装店 既可以赚点钱 又可以照顾女儿 当然 开店的钱是罗家旭给的 罗家旭当然没有钱 但他有啃老啃哥的本事 这钱当然是罗家旭找他们借的 怎么借的我不在乎 我只要时不时地和小天聊聊天 开开玩笑 罗家旭就会奋不顾身地卖力了 大伯人真的很好 他除了出钱 还介绍很多朋友 帮衬我的生意 以大伯在事业上的影响力 我的生意蒸蒸日上 现在罗家旭那份工资 在我眼里已经不值一提了 我不想再管他们之间的破事 我只想好好赚钱 带好我的女儿 一个女人要把幸福 拴在一个不爱你的男人身上 太傻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